今天要做的是馬鈴薯披薩 那影片中這個是主要的參考食材 首先先將馬鈴薯去皮 那我做一個鍋子大小左右的這個馬鈴薯披薩 需要用到兩顆馬鈴薯 所以馬鈴薯去皮完成之後 我就先切片 接著再把它切絲 那話說切絲也不是說切到多細 馬鈴薯絲切好之後 我們就另外裝在一個盆裡面備用 接著先處理紅喜菇 將紅喜菇的根部切除 將根部就是看起來比較髒的部分切掉之後 基本上它整體算是乾淨 那我們就先把它分成一小株一小株的 整個分好之後 我通常我還是會把它放在肉勺上 簡單的用清水稍微沖洗一下 沖洗好之後把它切小段 接著我在番茄的底部畫幾刀 因為等一下我要把番茄的皮去掉 接著把番茄放在碗裡 倒入熱水浸泡一下 就放在旁邊讓它去泡就好了 那另外我們就來處理杏鮑菇 杏鮑菇因為它自己有一個 一絲一絲狀的纖維 其實用手撕算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通常我都是用手把它撕成長條狀 之後再把它切一小段一小段 那切好一樣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磨適量的薑泥 一樣放在一旁備用 有一些人其實比較不喜歡菇的味道 配上一點薑 那個菇的腥味會少很多 接著切火腿丁 那火腿丁我們切適量就好 它是用來提味的 不會 ağz cay 太好了 鉗 rif 番茄泡了一會兒之後 它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把這個皮撕開 接著我們就 disinfect及番茄切碉 番茄去皮其实主要是等一下放在我们这个马铃薯饼上面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有那个番茄皮硬硬的口感 接着我会切少许的葱花 我的葱花主要是用来提味跟配色用的 那如果不吃葱的人 你在葱花这个部分可以换其他绿色的食材 比如说把青椒切碎 只是说它就没有一个葱的香气 接着准备三匙的面粉 那这个面粉低筋中筋高筋都无所谓 我主要是要调成面粉糊 那记得在调的时候我们加水要加饮用水 调成适量的浓稠度 那这个面糊主要是要把它拌入马铃薯丝中 让这个马铃薯丝彼此之间有一个粘稠 所以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我会加入我刚刚切的葱的一半 来做一点点调味 从它倒入之后把它仔细的搅拌均匀 那我们就放在一旁 准备干净的锅子热锅 然后加油 我们要先来炒其他的蔬菜 我们把杏鲍菇跟红洗菇一起倒在锅子里 混在一起炒 那我们主要是把这多余的水分把它炒掉 连带的炒出一点菇的香气 那同时我会倒入姜末一起拌炒 同时我会在里面调味 那一般我就是加少许的盐 少许的香菇粉 那也可以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下去提味 那仔细的把它拌炒均匀 不要让那个调味料集中在某一处 接着倒入番茄丁 混合在一起 仔细的拌炒 那我会另外再加入少许的素蚝油 那因为我们本来就加了盐了 所以素蚝油主要是用来提味用的 不是要增加它的太多的咸度 那仔细的把它拌炒均匀 那就可以起锅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就要用马铃薯丝来做这个 马铃薯pizza的底部 所以我会换一个干净的锅子 加适量的油 那这个部分油也不要加的太少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让这个饼有一点酥脆的口感 油如果太少的话 有时候会煎不出这个酥脆的感觉 倒入之后我们用筷子帮忙 把它整个平凸在锅底 接着先撒上部分的火腿丁 然后在刚刚的蔬菜里面加三颗蛋 把它搅拌均匀 均匀的把这些蔬菜淋在这个马铃薯丝上面 通常我加蛋在这些碎的食材里面呢 除了蛋本身有个香气以外 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蛋可以帮助这些碎的食材 把它粘在一起 那最后我在上面再撒上剩下的火腿丁 那我们就盖上锅盖 要把它整个焖煎熟 那在煎的过程中你要适度的翻开锅盖去看一下 一个是要注意你的火 然后一个是要注意不要煎得过手 把它煎焦了 那底部煎出脆感跟金黄色酥脆感 我们就可以翻面 那两面都把它煎到这个金黄酥脆的感觉 那这样子最后撒上葱花 就可以准备起锅 那起锅之后我会直接放在砧板上面去把它切成我们适当的大小 那切成适当大小之后 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个简单的摆盘 这样好吃的马铃薯披萨就完成咯